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讲一下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我叫做伯良华 我叫做伯良华 我叫原祖民 我叫原祖民 原来这一块土地上的祖人 那么很高兴 今天大家肯花时间 花金钱 来这边参加台湾民政务的法理研习会 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跳过去 刚刚秘书长有谈过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 我们法理台湾 我们讲的是法理 不是讲感情 不是讲公寿 华理这种东西是很硬很固定 不是可以随便更改 我们台湾近代主权的地位变化 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个就是1895年 因为假火战争的关系 那么大清的皇帝跟日本天皇 签了一个下官条约 就是中文民国讲的马官条约 日本天皇依照下官条约 从大清皇帝取得台湾跟普通 那么来到1952年 就是因为1941年发生太平洋战争 日本去骑袭 美国下卫营政府港 然后到1945年的8月15号 那么因为被美国丢了两颗原子弹 在日本的广岛跟场景 所以天皇在8月15号 就宣布胡桥并投降 然后在1952年 1951年的9月8号签 旧金安和平条会 那么1952年 旧金安和平条会在4月28号生效 那么日本政府就依照旧金安和平条会 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 只是管辖治理权 就是地上权 那么台澎湖的主权 仍然在日本天皇手中 那么目前台湾跟澎湖 仍然是在主要占领全国 这个主要占领全国是 究竟他的合约里面的用语 在美国军事占领当中 现在是依照台湾关系法 委托由台湾治理当局 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来代理管辖当中 这是基本的 我们了解 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暑美战 然后美国又委托中华民国 讲解释他们来代管 好 那么台湾有很多问题 我大概有累了一百条 那么今天大概只能讲个几条来 第一个 我们先要问我是谁 到底我们的身份地位是什么 先要了解 这样你才会更了解 往后 我们应该怎么走 才不会忍察着老伯 任杰重负 好 大部分85% 目前正住在台湾上面的人 85%都是原住民 只分你是住在这个粉红色这个 高山地区的高沙族 或者住在这个浅黄色的沿海 叫做平谷族 那么高沙 现在中华民国内政部 有承认的原住民 有十四族 那么 平谷族从北到南 我们也有十族 我们来 先大概看一下 好 宜蘭这边有克马兰族 宜蘭有克马兰克印 好 北部 台北地区 包括一部的陶原 他们是凯达格兰族 所以 陈瑞品当中华民国流行政府的总统 他把总统府前面那个 那个接受路就改成 改来格兰大道 好 好 那 新竹苗栗 包括一部分的台中那个大甲地区 他们是道卡斯族 好 这一段 好 那中部台中 彰化 南投 有一部陰陵部分 他们是什么族 这里比较复杂 有三个族在这里 有 巴塞 巴布拉 还有 巴布拉 还有一个 马布萨 他这里有三个族在这里 好 那么 嘉义跟云尼 那边有一个族 叫做 红安雅族 有的人就直接读说 红雅族 好 那么 台南地区 有一个 拼骨子最大族 叫做 希拉雅族 没错 希拉雅 那么 其实还有 希拉雅还有两个支族 只是 比较少被提及 就是高平地区的一个叫做 马卡道族 还有 19 2009年那个 巴巴奉哉 莫拉克奉哉 被媚村的那个小林村 他们叫做大南族 也是希拉雅的支族之一 那么 马卡道族是 那个 谢长廷当高雄市市长的时候 为了激烈 马卡道族 所以他在 中方县的 那个铁幕县 旁边 平行 就开一条道路 来激烈我们这个族群 马卡道族 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 我是高平地区的马卡道族 所以他开了一条道路 叫做马卡道路 所以你要记这个族 很容易记 你就记说 马银九卡在平礁道 他归下来 龙的包四 这一族 这样就很好记 你又把它记起来了 好 那我们要先知道 你到底是哪一族的族人 你要去问到 你可能阿祖的阿祖 为什么 因为 其实差不多问到 日本还没有来统治台湾之前 大清帝国来台湾 要管理台湾212年 他没有能力 从北部做一条 重幻线的道路 所以当时台湾是 一区一区一区的 只要有一个大河流 比如说 大安溪 大甲溪 或者是 那个罗水溪 只要这样两岸 可能就不同族群 语言就普通了 所以你如果能够问到说 差不多五代 六代以前 可能要六代以前 你们祖先是从哪里搬来的 因为现在迁徙也很方便 因为日本来台湾总是到 1905年的时候 就差不多把这条 重幻线道路就开通了 投给我们之后 那因为大清没有心情 他认为说 台湾是鸟铺鱼 花不香的地方 所以他也懒得 好好治理这个地方 所以没有把 重幻线道开通 212年 没办法开通 那么所以你要去问到 他说阿祖的阿祖的那一代 你们是从哪里搬到现在 这个地方 你不要以为说 你现在讲的都是台语 你就以为是从中国 闽南地区搬来这边的 闽南人 所以都讲闽南人 错 我本身妈给他道歉 我也要说闽南话 台语 就是所谓现在说的台语 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民进屋 所讲的台语 就包括客家的客语 还有闽南的台语 还有包括高沙原住民 所有的语言 只要你是在台湾原来这里的土地 所讲的话 我们统征台语 不要用有台湾话 就是 辅老化 沙文主义 认为说 台语就只有讲闽南话才是台语 你如果说讲闽南话 我们很容易被台语统战 会说 你们都是闽南人嘛 所以你们才讲 那个台语嘛 讲这种闽南语嘛 闽就是福建的简称嘛 阿福建的南部 就是厦门、张桌、泉桌 这里讲的 通通是闽南话 包括金门也是讲 厦门讲的闽南话 他们 我们这边讲说 可是你去厦门 或者是金门他们 他们讲的厦门是说 厦门 会拉高音 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说 我们到底是 祖先是 原来是住哪里 哪里住你去查 如果说你是 比如 新竹地区 搬到高雄来 你不要误认为你们就是马卡道 你要去找到新竹这边 你可能是 是道法师住的 的子孙的后裔 好 再来 基本上 住在台湾的这些 本土台湾人 大部分都有一条线 你把手关起来 都会有这条线 这也是 拼不住的特征之一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你的脚指头 最小的那个 指头 会有裂痕 那个都是 拼不住的特征 那再来就是 眼睛 像我双眼皮 或者是 皮肤白没有 白的那么白 黑没有黑的那么黑 大概烤熟 大概十一分熟这种 所以我超越大实际 也是拼不住的 那么 我们为何拿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 这个 我们刚刚民主党大概有谈过 那其实就是因为1952年 日华台北和约 里面的第十条 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民 包括元属的 本来就是从中国大陆 台湾那些人 然后 以及 这个要注意 以及 前属 日本 居住在 台湾跟澎湖的居民 那为什么他在这样子 其实就有分开 以前就住在台湾的这些居民 嗜同为中华民国国民 他只是嗜同 你知道嗜同其实就是不是 蛮久的说 我把你们当人看 有没有 那个意思就是他心里其实 原来你们不是人 我只是暂时把你们当人看 那我们本来不是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臣民 因为战败 被军事占领 然后美国又委托中华民国人 才占领 然后那个 中华民国来了 在1946年的1月12号 他用行政命把所有的台湾跟澎湖的 这个住民 全部 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这个是违反国际法 因为你要改变人家一个国籍 你要让他自己本身要有意愿 而且要自愿 然后要合法程序 才可以去申请 经过合法的程序申请 核准以后你才可以 那么1952年这个 自华台北合约 把我们暂时当作中华民国 他说为了好管理 暂时都把我们当作中华民国国民来管理 好 可是台湾人为何又没有国籍 这就称赞到 1972年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这一建交 这个日华台北会失效 所以原来我们可以拿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 拿中华民国护照 可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1972年中日建交以后 这个一建交这个断交 这个就失效了 所以我们就变成美好国籍 就是我们去告美国 他们有联邦的地方法院判决 台湾人无国籍 好 那么我们台湾人潜在的国籍到底在哪里 要如何回复 这个刚秘书长讲过 我们潜在的国籍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只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这个国籍被宣制 暂时放 速度高阁 暂时用中华民国国籍在管理 那么我们要如何回复这个国籍 要依照这个琉球反弯的模式 琉球在1945年的4月1号 被美军的尼米斯上将 率领他们的航空母舰 这个舰队去攻打 然后占领以后 他们就成立美国海军 琉球政府 军事政府 然后后来又交给美国陆军军政府 好 到最后 他们成立这个 琉球列岛 美国民政府 然后 当时候被占领的琉球 变成日本国的境外 所以琉球人要去东京 要去回进那四个大岛 要向美国 那个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 然后才可以出境 进入那个日本本土 不论你是要去求学去东京 京商 都要经过美国军政府 合法一个旅行证件 你才可以出境 可以琉球变成日本国的境外 那么 等到1969年 那时候日本政府已经 日本的国民所得也提高了 那么日本政府也比较有钱了 所以日本政府就跟美国政府协商 问说 那我要再赔偿你多少钱 你才肯把琉球还给我日本 美国给他开三亿两千万美金 所以他把这一笔钱交还以后 他们就签了一个琉球缓环协定 根据这个琉球缓环协定 在1972年5月15号 这个琉球就包括钓鱼台 通通还给日本政府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美国就只说琉球还有钓鱼台 都是美日安保条约 所可以保护得到的地方 那么 这些琉球经过1972年5月15号 缓缓日本以后 琉球人就恢复日本的国籍 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 还有我们属人主义 那么属地主义是一些欧美 比较先进的国家 他们都是用属地主义 所谓属地主义就是只要 你在那个国的领土领空里面 就是航空器上面 或者领海上面的那个船舶 只要在他们国家的航空器 还有那个船上面 所生的小孩子 都自然取得那个国家的国籍 所以很多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些难民 他们经常是利用机会 只要一怀孕就跑到美国 去躲起来 把小孩子在美国生下来 那个小孩子就自然成为美国国籍 然后他们在以后用这个模式依亲 依那个小孩子依亲就过去 所以变成美国人 这是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在那个地方出生 你就会爱护那一块土地 会认同那个地方 而比较不会因为肤色或什么关系 来嫌弃那个土地 好 那么属人主义 就比较东方这些国家 受到儒家思想的这些国家 大部分就是属人主义 你看中国人这个华人 他们不管怎么移民 移到哪个地方 到印尼也好或到美国 生下来他们都支撑我们是华人 他不会融入当地 所以他在当地想办法 赚了钱以后 他就要把这些钱拿回故乡 然后要盖大房子 要光要门妹 光中要住 他不会在原来赚钱的 在那边生的地方 赚了钱会回馈乡也不会 所以印尼为什么会排完 就是印尼的经济 大部分都掌握在华人手上 华人又不会好好 回馈建设印尼这个国家 包括所有印尼才会排完 那么当初 中国人去被 引到究竟战区 去帮忙美国西部建设铁路 结果他们在那边有些人赚了钱以后 他们都是聚集在一个叫做唐人街 China town 那China town就是落后的象征了 因为中国人第一个自私自利 家里可以弄得很干干净 但是落实都往外丢 好像我们台湾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为什么 自己的车子里面很干净 就是他都是把卫生纸 平民罐罐 吃喝完了 饮料罐都往外丢 所以你如果在很多石市路口 你会看到安全岛上面很多垃圾 那就是我们还是受到中国儒家思想 就是可以说中国人的思想自私自利 没有功德性 你说旅行团的那个导游跟我们讲 你如果听到很吵 那他不会是中国团来 你如果看到中国团的地方 他们走了以后 地上就有一大堆垃圾验地 那个属人主义就是 只顾自己好 我赚了钱就是要拿回去乡里 不会回汇当地 这个日子就很不好 不会融入当地的社会 有跑那么快 我们来看我们台湾血统 其实我们 在属补族的血液里面 你一抽起来 你就画DNA 现在有电脑定讯的科技 很快 现在平均来讲 85%是台湾人 里面的血液有85%是高砂族 或者是加上属补族的学导 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 要花钱大概一万块 台北北部地区 你到马歇医院 林玛丽教授他专门研究 台湾人的DNA的定序 南部你可以到高医 高医也有在做DNA定序的检验 你就可以知道 你本身里面 含有什么族的基因有多少 什么族的基因有多少 就好像台湾地区有一个 李晓峰教授 历史那个 那个专家 台湾历史的专家 他小时候就常被人家讲说 他是印度啊 因为他脸有点黑 长得像印度人 头发有点卷卷的 他一直到前几年他去给李玛丽 这个医师检验 抽血检验 发现出来 果然他学业里面有印度的血统 结果他就去追查历史 为什么他会有印度的血统 结果就是荷兰来占领安平的时候 因为荷兰人他是主要是为了要贸易 来台湾做什么最赚点 第一个就是鹿皮 第二个就是用甘蔗 种甘蔗 可以添那个黑糖 好 这个糖在当时是奢侈品很贵 所以来台湾这个维度刚好可以种甘蔗 那种甘蔗 要用牛去离那个 都种出甘蔗苗的那个沟 那台湾的水牛他们可能用不惯 所以就从 那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去印度 引进黄鸟 也就是恰如 就黄色的那种 那个叫做汗牛 就是他不太需要喝水 很耐汗 然后来到台湾 可是在坐船的过程 他都要有人照料 所以这个牛又要请印度的人 的那个管牛的人 沿路照料来到台湾 包括继续让他抚养长大 或者是船中接待 越生越多的那个小黄鸟出来 那时候他的祖先 他的阿嬷的 周磨的周磨 可能就是去嫁到这个印度这个 看牛的这群人 所以才这样传下来 他会有这个基因传下来 这是他自己讲的 OK 好 那么有一句话叫 有当三公没有当三骂 听起来好像还蛮顺的 可是 台湾的阿公都跑去哪里 当时候有当三公没有唐三骂 是因为清朝海禁 就是因为郑成功来台湾 拿着反清复明的口号 所以一直去骚扰那个清军 经常要反 等于说要反攻大陆运士 所以等郑成功的施郎叛免以后 引清兵来把郑成功他们消灭掉 所以清朝就定了一个海禁令 就是所有的中国大清帝国子女 不可以来台湾 所以会有来台湾的大部分都是偷渡的 为什么要偷渡 就是他在大清帝那个领地里面 有作奸犯科 需要逃往 不然会被捕头追捕 所以他们就要逃往冒险度过黑海溝来到台湾 那么所以没有疼他妈 因为会来的大部分都要男孩子身强 身体要体外很好 那么当时候的台湾的阿嬷 那时候拼古书是母系社会 是妈妈是在掌管家中的财经大权 所以台湾有一句话说 赵老公还是勘手 我们听到勘手的时候 都想到现在的想法是 是男生去勘女孩的错 勘手是那时候母系社会 那个女孩子去看这个男孩子 又严峻 体和又棒又很会做事 把她牵回来家做生 又做勘手 勘回家去做生 还是找你回去做生 好吗 这个阿嬷你要表现好 要不然这个母系社会这个 他权力比较大 你表现不好 等你百姓出去了 他就把你的家当收到 用操机要滚一滚 放在门口 你一回来看到你的家当 被摆在门口 你就知道你被修复了 你这家这个东西拿着 就到别的地方去流浪了 而且当时候偷渡来台湾的这些 大清的子民 当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流浪卡 流浪脚 为什么 因为他偷渡来 生活很惨 没有什么东西 一个人 穿着脖子 你说台湾的阿嬷 会去把这个唐山这个男孩子 带回家当老公吗 很困难 除非说他真的长得很英俊 跟刘德华 或者是什么金城武这样 反正我老娘有钱嘛 又不缺钱 你没钱没关系 只要英俊就好 带回家当 做公 久等了做公 所以 我们要搞清楚 唐山公很多都是 罗汉卡就是说 他一来台湾 没地方住 没有房子 他只好去庙宇 墙壁 这个屋檐下 那个庙宇墙壁都会画一些罗汉 有没有 十八罗汉那个罗汉 睡在那些罗汉的下面 的脚下面 所以台湾叫做罗汉卡 就是可以说这样的意思 所以唐山公不是夺光彩 好 那么唐山公要来台湾 十个来 六四三老一回头 十个里面 六个就要死在台湾海峡 为什么 当时没有大船 都是小船 那台湾海峡 一个水流很急 还有一个东北激风一来 或者台湾一来 或者一个气候的变化 风量太大 那个小船就翻误了 就通通死掉了 所以平衍有六个要死在台湾海峡 那么剩下三个留在台湾 一个后尾又回去了 想办法又回去了 可是这三个会留 会活下来吗 蛮困难的 我们来以牡丹社世界为例 那个18 大概1874年的 就是琉球东谷岛的渔民 因为在南台湾那个东部海域 传出交 那么五十四个渔民 这个六十几个渔民上来 五十四个被 南台湾族 台湾族有分北台湾跟南台湾 被南台湾族杀死 有十二个人逃离 被那个 叫什么 宝丽村 就是宝丽村的村民 呼送到凤山府藏 然后转送回琉球 然后日本政府就提出抗议 那大清说 那个仿寮以南 是画外之地 都是藩居之地 非我所管辖 所以 那个 日本就出兵 来攻打 来惩罚这些某单 设置这些南台湾族 所以 发生战事 那么那些日本兵 那个有西乡重道 这个将军 他带了大概三千名 那个军 日本军 那时候他刚好明治维新 正好想 再找个地方来练兵 因为他去德国 学了很多 那个陆军的作战的 战术 他想找一个实地的地方来练兵 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来 好 结果 当然是打赢了 可是是产胜 为啥 因为我们 那个高砂族的那个 台湾族也很会 从临奏战 游击战 所以 自军真正有死亡 大概30位至50位 可是 后来就是 战况交走的情况下 他们来台湾水主不服 第一个 拉肚子立即 再来就是被蚊虫也叮咬 就得登革热 很多人就死了 光死了好几百个 所以是一个产胜 所以你看 所以从这个教训 这个教训后来 在日本就开始研究热带病学 就是 因为日本都比较寒冷的地方 他没有热带病 一来到台湾 哇 史上那么惨重 不是战死的 都是病死的 所以 他日本来 那个 依据下方条例 来占领台湾以后 他就开始到处设 那个热带医学病学的那个研究所 所以 这三个留下来 很可能到最后只能一个存活 十个来 大概只剩一个会活下来 这一个是热带塔 我们台湾的女孩子 会找她来当老公 这很困难 所以我们台湾人血液里面 很少有大天帝国子民的基因 很少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看讲快点 清朝将台湾人版画 教我们学他们的语文 还有四官四姓的我们的祖先 当时因为他来的 他们有文字 那么 他们当时候来台湾 是有两种官方语 一个就是闽南画 一个就是客家 广东的客家画 所以我们的祖先也会想进步 像大清来我们就学他们闽南语 或者客语 然后他当作通义官 他会给门试官 然后还试我们姓 像我的姓潘也是试的 因为我的祖先都喜欢住在河流边 洗水旁 要洗东西洗衣服洗澡都方便 他当时大清的官员来台湾施杂 就问当地的那个县官 这些人信了 没有他们都没有信 也没有文字 他就示信 是我们的盘 住在水边的藩 这个蛮有学问的 没错 搞不好 如果我们住在水边的藩 那个有水 下面有田 田上面会长那个稻米 所以不错 数据是谁 不只示信了 还祖谱都数给你 所以沉水扁 谢堂鼎说要回去 悬根 找不到的 都道道地地的拼捕主 沉水扁就是希拉雅族 你光看他的脸跟他的肤色 那么日本时期将台湾人名 华民化 他在1937年 就开始用华民化 要台湾人讲日本语 他们也叫做国语 还有要我们穿衣服 生活修处都要学日本内地 就是要跟内地一同化 所以这个叫做华民化 这个你看 日本来台湾只有五十年 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就都说这种叫做 他们同学聚会 奥义聚会就是讲日文 你看只有五十年 我的父亲语言就 差不多开始改变 那大清帝国来台湾212年 你给他算15年一代 当初的人很早就嫁娶了 差不多15年就一代 212年你看 多少代了 就十几代了 日本来台湾才 差不多三代四代 我们的语文就已经改变了 何况是212年 所以到现在我们的族语都已经都不见了 都消失了 那希赖亚语还可能有救 可是已经住进家务病房 其他的我看 差不多死掉了 回不来 所以用文化来 等于说一种强制文化来统治的话 我们差不多会学当时后的语文 残害国的人民都需要离开台湾 所以也保存了台湾人 85以上元祖人的血统 没有被污染太多 好 我们来看 河南被正成功围城打败了 好 河南人 他就 可是他算蛮厉害的 他只有两千多个人 被正成功 两万五千人围攻 最后是完全撤退 就是没有留下多少 河南人的血统家 好 正式王朝被大清魅皇 对不对 那整个通通牵回大清帝国 那有一部分逃到深山里面 没有沙子就逃到了深山 其他的活作都通通抓回大清帝国 他不可以留下任意 包括正成功的那些大官 将军们的坟墓都还把他挖起来 骨头都带回大清 我们台湾人就问 不是都入土为安了吗 为什么又要把他挖起来 然后这些人都是大清帝国 明朝那边的人 只是他反叛大清 所以跑到台湾来 那这些人他们要把骨头 挖起来装在墓里面 然后带回他们故乡 才可以保佑他的后代子孙 我听起来很好 那台湾人现在就把这一招都写起来 说我这个Q本 说可以保隐不怕孙 其实大错都错 这些骨头挖起来 这些从大清的眼光 这些都是胖匠 我怎么可以留骨头在那边 那到时候你们又来拜这个墓 又是集结起来 就像衣冠种也是通通挖掉 那其实这些骨头拿到台湾 只要通通丢到台湾才去 这些叛将我怎么有可能 那么好好的 可以再带回到你的故乡 不可能 他就是怕留下后患 所以斩草除根 连骨头都挖走 好 那大清帝国被日本打败 被大日本帝国打败 大日本帝国签马关条约的时候 还有留两年给大清帝国 在台湾的这些子民 两年的思考期 两年里面你住看看 你如果不合适 你可以变卖两年内 变卖所有的家长 你离开台湾 你要去哪里 可以回大清帝 还是移民到国安 OK 两年期限到 你没有离开 我就把你当作日本的居民 来给你投资 好 结果大日本帝国 又被美国打败 所以大日本帝国 他原来来到台湾的 1945年8月15号那时候 台湾的大概有30万的 军工教人员 包括眷居大概30万 通通被遣送回日本本土 所以日本的基因也留下来不多 好 就这样 你看 所有的 来占领台湾 到后来都要离开 OK 所以可以保存我们 比较纯正的血统 那所以他们有时候会 中国人骂我们都杂种 其实依照科学的验证 大清 包括以前的那些 什么元明清 那一段很乱 都是在转乱 经常 汉人就是被外族统治 你说元朝也是啊 大清也是那个蒙古那边来的 那个满族啊 他是满族 那 所有 中国的三千年的历史 就是战乱死 就是杀过来杀过去 都是被异族统治 所以他们混血非常严重 而且你看三千年混下来 我们台湾 即使说有被外族统治 也台湾四百年 那中国三千年大概两千五百年 都是外族 不是汉族自己在统治自己 所以不要期望说 中国人的血统有多存 好 那么日治时期 台湾人的户口等本 现在为什么有 有很多黑白 都给你涂黑黑了 好 这个我要讲就是说 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了 他说我骗我们 所以他也怕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世 所以我刚开始我就要说 我们要先认清自己我是谁 就是这个原因 他用欺骗的手段 好 这个时期他们做了那个户口 这个民部 户口等本 日本人做事非常的认真 真的是 该怎么登记就照实登记 好 那么你如果 会讲 那个客家话 他就给你写一个卦 你会讲闽南话呢 就给你写个福 福 因为他是说 分辨你说 你已经不会讲你原来的原祖民的话 你自己的族语都已经忘记了 只单纯会讲福建的话 会讲那个广东话的 就是客语 他就给你写个卦 或者写个福 那不代表你就是福建来的 那是用语言给你分 那时候不是用足 好 好 用这个方式 你看 你如果说 还会讲你原来的族语 那高沙的他就写生番 那平地的他就写个熟 熟番 我们那个台湾人还有分 生的跟熟的 其实是日本人 他说熟番就是说 还比较好沟通 至少有 就是跟外族 外来统治的接触比较 常接触 大清帝国他是有三进 他在靠近三个爱口 那个通道 他会设一个人子观 就是你大清在台湾的这些人民 被大清管辖的地方 你如果违缓禁令 你进到山里面被原住民出草 砍头 大清不负责任 他已经有给你禁止的命令 叫你到这边就要停下来 叫做人子观 人到这里都要停 不能再往前 往前都会被出草 好 所以他就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日 所以他就把他们把它涂掉 好 那我们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 我们都错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听起来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这是国民党 68年来教育成功 也因为他们成功 所以我们2008年 还有2012年 我们占85%的台湾人 竟然会选输 统派的不到15%的中国人 马英雄 你看谢唐婷输200万 蔡英文 三只小猪生事那么好一定理 结果还输80万 有没有 79万多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呢 做一步后面 你翻过来最底部 他们是不是写个 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有没有 大家都要叫我们 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好像只有做中国人才堂堂正正 做台湾人都歪歪斜斜的 那就是一种统战 一种心理战 让你不要去认同台湾 来认同中华民国 是吗?他们很成功 等于2300万的人口 台湾人口 300万你把它当作是 中国来台湾的这件案子 2000万的台湾人 有一半被他洗脑 变成加入中国人去的 所以我们才会选输 2000万人选输300万人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你也会说 我是人也是狗 好 好 好 我们2008年 陈英灵来台湾做例子 你看 当时候 从台湾机场 要来台北市 沿路 马英九下命令 不可以有 中华民国的国旗出现 沿路 所以沿路叫警察 有看到中华民国国旗都没收 都抢下来 折断丢在热水桶 你看他抢下来折断 那我们台湾人 他个派人 他们在收 他们在丢热水桶 我们竟然拿中华民国国旗 在那边捍卫中华民国 你变 好 我们应该跟他学一样 我来帮忙收 通路收下来折断丢热水桶 这样才对 这样才是正常的 台湾人 而且你看 他在保护同一个时间 在台北市 五星旗出现 是中华民国的这些 警察在保护他们 怕被绿营的 把他们老板的 旗子五星旗抢下来 半位秀 或者把他们刀子割破 因为是对他们老板大不尽 所以还要派警察保护 好 还有以英国20012年的伦敦奥赢做例子 那时候伦敦的世界 本来这个上面有挂这个侧轮盘的旗子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会抗议 为什么没有依照奥运模式用五环旗 怎么摆这个旗子 所以英国伦敦的奥运马赛把这个旗子 弄下来 空在那里 那我们台湾人 又去那边捍卫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跟我们应该是敌对了 因为当初中日战争 有没有 我们是敌对国 那你现在被人在捍卫中华民国的国旗 那是不是我们自己叛变了我们自己 我们是敌对国 我们是大日本国 还有最终代表台湾精神的党泰柱 他也在说爱台湾 在伦敦发中华民国的侧轮旗 这都专台湾人 这个也是特别派人 也是被洗脑才会做做动作 那么国家认同错误的使作用者是谁 我们来检讨一下 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 1999年的台湾前途结尾 他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有没有 当初李登辉他还讲说 中华民国在台湾 从这个资金理会想说 他原来不是在台湾 原来在别的地方 是因为打败仗 所以逃来台湾 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 从来没有说 美国 美国在伦敦 美国在英格兰 没有人这样讲 中华民国就是在 他应该在了这个 中国大陆那边 怎么会跑到台湾 那就是表示他这比欧亡 他的国家已经被魅亡 所以他跑来别的地方 好 好 台湾 蔡文在任中华民国民进党的 前主席的时候 他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你注意看 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这个一样 台湾就是中华民 台湾等中华 本来说你要出卖台湾 也卖个好价钱 没有 这直接用送的 都没有卖 直接送给人家 有没有 本来中华民国在台湾 就是不等你 他只是站着在这里 这里是我们台湾人 所居住的地方 他只是过客 美国是因为为了人道主义 睁一只眼鼻一只眼让他来到台湾 要不然他留在那边 这些中国国民党的人 绝对是被砍头 被共产党砍头 好 那么我们要改正 我们错误的言词 好 很多外省人 这句话对吗 我们常听人家讲 我们讲了六十八年 其实台湾只有两种人 很好分析 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 另外其他的就叫做外国人 那么本土台湾人怎么分呢 怎么当日期的分析线 就是1945年的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那一天 还住在台湾跟朋友的住民 就是我们的阿公阿嬷 包括他所生下来的后裔 同盟叫做本土台湾人 因为那一天的十点 外国人都还没进来 有没有 美军还没进来 蒋介石的部队还没进来 所以用那个日期分 从那天还住在台湾朋友的这些住民 包括他们的后代 都叫做本土台湾人 其他的都叫做外国人 你觉得很好分 没有外省人 因为你如果讲 他们是外省人 那我们是本省人 那我们就变成中国的一省 我们就被同占 所以要叫什么 他们要叫什么 外国人 叫做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是外国人之一 当时也有美军的一些记者 美国的一些记者 英国的记者来台湾在采访